前一天 康文哲出席 树林中心宫平安宴唱得很忘我 不过这个场合 国台民原定也会到 却临时改为副手赖佩侠带打 郭柯虽没碰上 但近日私下可是很有联系 不仅两周内见两次 传出柯阵营 以遵柯基调评估 郭柯和三方案 一是组成柯柯佩或油柯 推荐副手 二是避开谁振谁负 由柯选总统 邀郭任国家财经或外交特使 最后则循二零一九年 郭柯合作方式 由郭推荐人选 挂名民众党不分区立委 这三个方案 其实只是柯主席下面的人 提出的其中一个版本 那并不算是柯主席 本人拍板定案的 两个人都慢慢慢慢谈 总有一天会顺其自然 随道取成 要服务这个国家 有各种角色各种方法 我也跟他看一下 跟他讲说 我应该一三五来 那个下班没事 先来这里聊天 多聊几次 大家知道彼此的想法 会比较容易合作 没正面回命 到底有没有方案 柯文哲要再聊聊 但郭台铭恐怕很急 距离联署截止 剩一周 传出联署书已近百万份 但重复比例高 最终审核 可能落在五十万份左右 势必影响到郭台铭选情 五十万六十万 其实国民党不会理他 柯文哲也会觉得不够利 但是送了以后 要不要登记 那个后面再说嘛 他这个华丽转生就变成是 跟柯文哲最有可能合流 合流不见得是代表 一定是配 送见后 郭台铭会不会登记参选 还是未知数 柯文哲一边跟蓝营磋商 另一边就坐等 郭台铭的筹码 到底有多少 这女皇陈佛正